周五,明尼阿波利斯市与弗洛伊德的家人 达成了27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此协议的达成正值被指控谋杀弗洛伊德的前警官 审判进入陪审团甄选阶段 协议包括弗洛伊德的家人向乔治弗洛伊德广场捐赠50万美元 在弗洛伊德去世以后 他的家人在去年7月份向该市提起了联邦诉讼 该诉讼涉及警察的不当执法问题 并要求赔偿 赔偿金额由陪审团决定 去年5月25日 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官德里克沙文 在逮捕弗洛伊德时跪在他的脖子上近9分钟 戴着手铐的弗洛伊德反复说道 我无法呼吸 并大声呼唤他的母亲 负责审判的亨内县地方法官周四同意检察官的要求 恢复了对沙文的三级谋杀指控 沙文已经面临二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的指控 他对三项指控均不认罪 如果被定罪 沙文可能会因为二级谋杀罪 而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 三级谋杀可能会被判处高达25年的监禁 二级过失杀人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涉及此案的另外三名警官 被控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 以及过失杀人罪 地下轮集中 橡霸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